中文字幕 李宗盛 调整一下角度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烟 木炭是绝对能够吃的 我们去狩猎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陈墨 今天准备出去拍摄一期捕鱼的陷阱 因为这种陷阱也是非常实用 之前有小伙伴提过意见 让我来拍一期 刚好今天我出去之后 到我的庇护所之后 开始下雨 然后我就直接采集了一些竹子 我把它给带回来了 然后我今天在室内 把这个捕鱼陷阱把它给做出来 然后这个陷阱其实就是很简单 这个陷阱就有一点类似于我们的这个炉子 它是一个圆桶的 然后它另外一头封底 是一个V型的 一个V型的封底 然后这边有一个开口 开口它也是一个道V 它是一个道V 开口是一个道V 然后后面我们用竹子来做一个圆桶 然后后面我们把它给 系上把尾单给堵住 然后里面放上幼耳 可以把它放在水里面 可以补一些体积较大一些的鱼种 好 我就废话少说 直接来做 做任何的陷阱都是需要绳索的 好 这个是我平时在节目里用当做绳子的棺木 我先把这些棺木把它给剥开 然后先准备一些绳子 然后我们再来处理我们的竹子 好 剥皮的时候尽量保持它的完整性 第一根 好 我的绳索已经准备完 然后 今天绳索我还是不再编制 因为这样编制起来很耗时间 然后 如果录下来的话 肯定有小伙伴会说我太磨叽太啰嗦 如果我不录的话 我把绳子全编完的话 这多么的寂寞 对不对 不能给大家分享 要是分享的话 小伙伴要是我太磨叽了 好 不说了 废话说多了 我们现在来处理 我们的这个竹子 我们的那个陷阱 先确定陷阱的长度 我们的陷阱长度 我们大概在一米 我们大概在一米 就完全足够 八十 八十到一米都可以 也可以当鱼 你也可以做得很短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限制 随便多长都可以 只要实用就可以 我现在准备就是取一米的长度 把我们手边的 所需要的竹子全部把它切成一米 切成一米之后 然后我们把竹子把它劈开 把竹子劈开了之后 我们再把它全部平摊 平摊之后 然后我们用绳索穿过竹子 用绳索穿过竹子 然后用绳索穿过竹子 然后用绳索穿过竹子 第二根 然后再穿过第三根 我们并排的穿 把我们的这个线顶的头部 这个位置 把它穿到我们需要的数量之后 然后再把中间的这个位置 再穿一个我们需要的数量 然后我们再把它合起来 形成一个圆筒 然后再把它给用绳索 再把它接好 接好之后 然后我们再做入口处的这个到位 好 我现在开始来做 我来把我们的竹子劈开 这个具体是关于批多少的宽度 其实这个无所谓 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标准 我们这个宽度 具体可以 1公分也可以 0.5也可以 多少都可以 只要不是太大 你甚至用整根的竹子来做一圈也可以 好 现在我已经收集了 做好了一些材料 我们把两端把它给削平 然后都是等长 然后我们先把它放在旁边 然后我们再找一根 一种剩下的竹片 然后我们来把它给做成一个圆 这个圆就是我们陷阱的那个口径的大小 然后我们当我们做这个圆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竹子要处理一下 把这个竹肉把它削 厚度一致 然后我们才能顺利的把它给弯过来 做成一个圆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竹子处理一下 好 然后我们再用绳索把它绑上 然后这是第一个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 因为我们要在这个陷阱口上面做一个 然后还要在我们的中部再做一个 另外我们里面还有一个V字道口 还需要再做一个 好 我现在是带我们的进口一起做了四个圆 我们用我们的绳子在我们的这个陷阱的口处这个位置 然后把它给绑上 依次这样给绑上 依次排列绑上 像这样依次排列绑上 就是像这样 像我这样 我们中间其实不用绑 我们这个陷阱不是做大雨的 不会被拖走 不会被拖散架 我们直接绕在上面 然后圈过来 然后再拿一根 然后绕在上面 再给圈过来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这肯定不会掉的 当我们固定了里面的套锁之后 好 然后 最好的是 在绕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把这个中间把它给再 反过来 我们反过来之后 再给它给穿上一圈 像这样再穿过去 相当于是打了一个结 这样的话更结实一点 好 我们现在已经 基本上编织完成 就像一张帘子一样 我们把它给翻过来 然后我们 把我们的内圈 把它给放在上面 我这个编的稍微有一点小 但是我竹子不太够了 没有竹子了 我就 就这样 直接这样装了 算了 这个反正我是做演示 也不是真的去捕鱼用的 这个 小伙伴们理解一下 我们现在我们的 这个口 这个入口处这个位置 先把它绑上 还是跟我们的之前的方法一样 我们一次一次绕进去 然后把它给绑上 好 我现在先把它给全部绑上 然后我们再回来 好 我们第一个圈已经装好 我们现在装第二个圈 其实这个非常简单 我 也没必要 说多了之后 小伙伴们觉得是废话 也没必要一直讲这个东西 我直接做完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就知道了 然后刚好我现在还缺几根竹子 我把这个侧面不装的话 可以给大家看到整个里面的内部结构 好 我现在直接把它装完之后 我们再回来 然后我再告诉大家 我们如何装我们 入口 V口 好 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陷阱放到一边 然后我们来制作我们陷阱的内道尾入口 这个道尾入口其实也非常简单 我们切很多那个竹条 然后我们下面 我们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入口的一个圈 我们把它给绑上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道尾 然后我们把它给装上去 就OK了 非常简单 它这个陷阱的入口的到位的长度 是跟你的这个陷阱的出息度有关系的 一般的话我们也就是一盏长长20公分吧 大概 好 现在我的入口 我已经做了一半 我还是跟我的 因为我的竹子不够了 我还是跟我的这个外壳一样 我只做一半 我们做一个 就像一个模型 和面破解图 然后 我们如果做得完整的话 我们的这个 里面应该是一个V字 大家可以看到吗 我们是一个V字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鱼进来 从这个地方进来的一个口 它是一个V字的 如果看过我们之前的陷阱的话 这个应该是非常容易理解 然后我们把它从上面 就是做完之后 我们把它从上面 把它给插进去 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 我现在是因为没做完 如果是做完的话 如果是做完的话 它会刚好卡住 因为我们这个圈的大小 我刚才亮过 如果它没有卡住的话 也很好办 我们把这个位置 再用绳索把它绕一下 我现在把底部给扎上 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 陷阱的形状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 它整个也是一个V字形的 它整个也是一个V字形 然后当鱼 当我们的鱼 当我们的鱼 它会尋找过来 然后它就会通过我们的这个 我还是拿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它会找到我们 这个也是一个V字形 它会从我们的V口 从我们的V口进去 进去就是从那个小孔 从这个小孔里面 然后进来吃这个幼儿 吃这个幼儿之后 然后它想出来 因为我们这边反过来的话 它也有一些毛刺 有毛刺的话 鱼的话 它碰到有这种 可能会刮到它的鳞 这种东西 它就不会走这里 当它走到这里 走到这里 碰到的话 它就马上会掉头 马上会转到别的方向 转到别的方向 它肯定就是出不去了 因为我们这个旁边 旁边也有缝隙 它是一个倒飞的 然后它肯定会转到旁边 转到旁边 它肯定是出不去的 这样的话 我们的陷阱就能够 成功地抓捕到我们想要的内物 今天有点遗憾 就是我这个材料可能不是很够 没有把它完全的做完全 大家看的可能不是很好 然后下次有机会 我再做一个完整的 然后抓点鱼给大家看吧 还有一个就是 可能有些小伙伴 是也是住农村的 他会说 我们那个以前小的时候 下那个黄山 下那个黄山的黄山的那个黄山楼 也是这样的 确实是一样的 黄山楼 下黄山的那种黄山楼 它跟我们的这个捕鱼楼的最大的区别是 它没有里面这个小圈 它是直接 它也有这样的小圈 但是它的那个 这个竹片 它一般都是用的比较软的那种植物 然后它是一直撑到头 这里是没有孔的 如果是有黄山的话 它钻进去之后 它钻进去的时候 会把它给挤开 然后它出来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缝隙的 是出不来的 它那个黄山跟鱼是不一样的 鱼它不会 我刚说过 如果我们把它给做到头的话 也跟抓黄山的那个篓一样的话 竹篓一样的话 鱼它不会进去的 因为这个地方堵住这些竹子 或者是草 或者你用草做的话 它会刮到我们鱼的它那个鳞片 它是不会进去的 这个就是最大的区别 捕鱼的竹篓和我们的黄山斗最大的区别 就是这个区别 我们的整个材料 都是使用的非常赞的材料 有一把小刀就可以全部做 全部可以做出来 其实原理很简单 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下 非常的简单 好,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吧 今天我没有太啰嗦 谢谢大家 неп foa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